然后还是就是觉得 值得 嗯 铁雪 小诗真的很可爱 很友善 你平时是照顾别人 还是别人照顾你多一些 其实 我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 其实我在就是平时的生活中呢 就是社交干嘛 会更 会更放开一点 对 因为来到小屋之后 大家是要一起生活的 反而在生活里面的 这样的一种社交的 然后都是陌生人的一个环境下 让我有点就不太会了 所以就看着我感觉好像 有点自闭似的每天 就是我能感应到 你的一些感受 但是你可能你就不去表达 嗯 就是可能我照顾人的方式 就是我在我的事业上面去很努力 然后我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 生活上面的一个保障或者其他 对我会想说 这个是我保护一个人 或者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比如说细节到生活里面 其实我就发现通过在小屋里面 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对生活 有很多的这种常识和理解 但是我的话我就会突然觉得 我很想做点什么 我很想帮大家做点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没有这些经验 对 你的那个整体的节奏会更慢 嗯 我慢着就是我想先了解 嗯 然后想要知道他的很多想法 然后我确定OK 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能够完美的在一起 结合啊这样 然后两个人在在一起 你通常会怎么确定呢 像你说的 或者哪一瞬间会让你觉得是确定的 是契合上你的 嗯 首先就是三观吧 嗯 三观能够达成一致 我可能需要 嗯 出去然后有一些事情 然后我会看他是怎么去处理的 嗯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 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小争执 我看他会怎么去处理一些这种争执啊 怎么样 就是在旁边观察 对 需要观察多长的时间呢 这个考察期请问一下这位老板 你考察期 他试用七十多久 考察七十多久 也不会 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 我只能大概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今天就 哎 刚好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 我觉得 嗯 就对了 就OK 你呢 我觉得 两个人 需要 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去了解 嗯 我想把前面确定关系的前的周期拉得长一点点 嗯 我想把前面确定关系的前的周期拉得长一点点 我想我的节奏就真的很快 其实蛮快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建立了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两三个月的那种周期的一个了解的生活 嗯 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二十一天 嗯 我要怎么去了解他们怎么样 但是 其实可能就是 在这二十一天里面的 嗯 我们做的事情都比较紧密 所以它会迫使我们去 快速地去了解每一个人 所以其实从那天就是我们两个游会完之后嘛 我就是对你印象很深刻 因为 终于 我就觉得你能 就是 在灵魂上面可以 有的时候能够看得我 能够读懂我 并且能够 比较清楚地指出我的一些问题 让我知道啊 原来我是 是这么回事 对 然后那天 表演之后其实对你也是挺有好感的 哇 好费劲啊这句话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很像的 我也很满热 对 让我知道这个就很难 然后后来我就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就接下来的几天 其实我是有 主动地去向你靠近 去向你传达一些信号 嗯 有感受到 终于等到了 然后对 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很多困惑吧 嗯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考虑 是不是自己主动的方式不太对 然后让你接受不到一些信号 或者是我主动的一些方式 让你感受到了一些不舒服 嗯 再加上其实 我也能看到就是 潘潘和你的互动 其实很 也很多 嗯 然后我就很纠结 因为 其实 潘潘是一个挺好的男生 然后我们相处下来 我也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兄弟 对 然后我当时也有想 那我 如果 持续性的这种 比如说 像你比较主动啊怎么样 会不会又 给你造成一些压力 甚至是 给潘潘 又造成一些压力怎么样 所以就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这种情绪夹杂在里面 然后 就每天都很纠结 所以你也能 可能也能看到吧 就是我前两天 有点 嗯 心情有点凳 然后我就 每天都睡不着 睡不着 十年 十年 难受 对 因为就感觉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嗯 你想快点找到一个方式 就是 就是 就是也不是 就很乱 很乱 很乱 嗯 我会很珍惜这种表达 因为我能感受到 可能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他的 嗯 不容易 嗯 对他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改变和常识 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就是 同时和 和你和潘潘一起去接触 我自己的状态会 让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 轻松自如的就是说 沉浸在这段 就是小屋的这段 生活里面 以及和你们的相处里面 都需要说出来 更多的是从 一个朋友的角度 谢谢你今天的 所有的一切 算是翻篇了 哦 嗯 嗯 要哭了 老子好可怜啊 但他是勇敢的 很勇敢 可以理解 就好好享受 然后开开心心 然后不要有什么压力 我真要哭了 但这都是他应该有的收获 嗯 刚表达完就被拒绝了 但没关系啊 他可能会迎来更适合他的 他主要是要认识自己的问题 然后他这已经是破茧了 他已经是成功了 其实他有没有得到小诗的一个正向的反馈 或者感情上的回应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挺正向的 小诗也在说我看见了 谢谢你 是 他说的好棒啊 小诗说的 他越这样 所以老张会越欣赏 越喜欢 对 因为他不为其他的所改变自己的决定 很体面啊 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都很体面 对 为你们俩鼓鼓掌 不错不错 老张 都很优秀 非常优秀 他俩去哪儿了呀 小诗吗 我小诗刚看到他了呀 小诗和老张 看到他了 你不早走了吗 去哪儿了呀 这味道 味道有点影响我 我下去待会儿 其实也是一个心思 比较重的男孩子 其实老张 那装扮可是帅 他俩去约会了 对 谁 约会吗 对 这你们昨天不是有一个那个 专属约会啊 给老张 给老张 还有两个等着他们 两个 两个 往后 人无关也很复杂 很香 还下雨 还下雨啊 老张还没回来 还下雨啊 老张还没回来啊 坐立班 特别可以理解别 坐立班 特别能理解 干什么都不对 看到人就好 对 你没有问他们去哪儿了吗 但是我没法问 我怎么问啊 因为他们吃完饭出去的 我看到这儿好心酸啊 你看这个 你再看这个 完了 那边两个人约会 这边牵动了三个人的心 一共是五个人的事 对 五个人的事 到哪儿了 这大下雨天呢 那不有小小屋吗 开始抱怨了 我估计他们没十一点回不来的 对 别等了 要写新来 那小孙更疼 我估计会 这是个商心人 嗯 这也是个商心人 嗯 这也是个商心人 嗯 这种是有点戳人的 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好 小心 这不够好 好舒服 你小心你的衣服 很安逸很巴士 享受的时刻 你开心吗 好 烟花 对 这个就是给你准备 小惊喜 惊喜吧 还是要吓你一下 惊吓加惊喜 好体面啊 他们俩的 好体面 其实他知道自己会被拒绝 对 好体面 好体面 我 是 我 给你帮他 然后把他 你帮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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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山洋 我帮你帮你帮我 荒段的浪漫 浪漫就好了 我才荒段的浪漫 太感人了 那個煙花給我的感覺 它很強烈 甚至會有點吵鬧 它不是那麼的自然 但是我能感受到它的劇烈 就像我能感受到老張 它最近的那個狀態其實也是很劇烈的 它是於我而言 這不是我想像中的畫面 就我好像只是被邀請到這個畫面裡去 觀看了這場煙花 所以我說很荒誕 旁觀者看著他的內心的成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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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